但基督种种不愿意忍都要收入忍入待众 所以这个叫收缘 所以以前十五代祖说 收缘是比不得开放门面 收缘开放就是要毗竞斩棘 毕露兰迪把刀传出去 传出去以后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得到每个人得到以后做什么呢 就老师的三宝心 把我们这一切的旺心收回到本性 不是吗 说收缘是比不得开放门面 开放门面就是一本三万书 收缘就是万书归本 各位这个收缘不是谁来收 自己收吗 谁能够收呢 老母在人间不离眼前 这是老母啊 善于恶事于会当下批判 术回头任无声就是共办收缘 大家心里回头 回到清静的本性 回到心未动之先 然后游体而用 那我们就收缘嘛 老慈母他无师攻心一片 我们为什么要分彼此二二三三 怕就怕办到最后是你贵我贱 你贵我贱 大真空最后要练成一团 这个才了切了诸佛祖的红士纳燕 在无极寿项燕万八百年 这是我们以前祖师也讲过的话 所以收缘各位浅浅千万记住 不是由一个谁来收 后写今天的心和祖师也一样的话 后写就是老祖师的一部分啊 我就是小迷勒啊 后写心如果是公心一片的话 我就是小技工 我的频率和老师的频率就一样啦 公心一片 无事无我 现在后写不是又是激功的化身吗 各位浅浅如果说 每个人都是无事无我 那不是激功无我的化身吗 那每个人都是激功无我的化身 每个都小迷路的化身 那人间不是天堂了吗 从哪里开始 从老师的三毛心怀下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清剑经 我们现在在讲金刚经 金刚经佛陀从孤独岩入社会大臣 对不对 最后又还至本处 就是这样而已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可是 已经把佛法说完了 像后写从台北到这个地方来 我又回到台北 我一句话都不用说 可是晚上回去可以写一本书 可以吗 哪里红灯逆灯 哪里休息站 哪里怎么样怎么样 来到这边又讲了 又回去对不对 从哪里出来又回到哪里去吗 各位 今天晚上要回哪里 你们会不会烦恼 等一下下个 哎呦糟糕要回去了糟糕 我要回哪里啊 你从哪里回来 你从哪里来 你就回哪里嘛 以前一个徒弟问师父说 师父你从哪里来 我从来的地方来 你要回去哪里 我回去来的地方 说了半天就白说嘛 没有说嘛 没有说已经说完了 对吧 你 佛从哪里来 从孤独園入社会大神 最后环至本处 因为环至本处以后 才说一波 喜足以 呼作而作 才秉习诸园 勿生一念嘛 秉习诸园 回到孤独園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可是佛法已经说完了 这样要的意思吗 动 从还没有动来的嘛 所以既然动了心 回到还没有动以前 那不就得了吗 我们动了心 我们动从哪里来 从还没有动来的嘛 回到还没有动 叫做事实不动 不动嘛 事实不动心 动什么 动恶心 还没有动以前那个地方 是哪里用来的嘛 所以从孤独圆入社会大 又环至本处 这个虚谱就看出来了 哇不得了 你太 如来太会照顾大菩萨小菩萨 如来圣父念诸菩萨 诸菩萨 请问佛陀 如果有善然心灵 要发心的时候 请问心要住哪里 云和硬住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从哪里降虎心 降虎那个心 降虎那个旺心 佛陀说 你问的太好了 如如所说 如来善呼念诸菩萨 善呼主诸菩萨 听好的 当你要发心的时候 第一个 应如是住 因为他问第一个问题 从哪里降虎那个心 第二个从哪里降 第一个要住在哪里 我心要住在哪里 第二个我要从哪里降虎我的旺心 佛给他回答要如是住 如是相互其心 对不对 这个两个问题很重要 这等于是四季纪 当然四季纪的说法很多 不过这个其中一个最贴切的解释的方法 也当然不是一定是绝对 不过大家听听看 就好比说各位前前 现在后学我心要住在哪里 我心要住在哪里 才是我的家 第二个 我心要从哪里去降虎我的旺心 如果是一般道心问我们的时候 你要说善哉善哉 吴伟如说你问对人了 这意思吗 你佛告诉他说 你要如是住 如是降虎心 因为他起了心嘛 对不对 那起了心 你这个心要住在哪里 住在你还没有起心以前那个嘛 如是住嘛 如如还 如如不动 那个地方就是你要住的地方嘛 你还没有出来 你如果晚上没有出来 要不要回去 你既然出来了 你要回去 要回去哪里 回去哪里 你还没有出来那个地方嘛 你动了 你回到还没有动那个地方嘛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如是住 对吗 如是 如如如不动的地方 就是你要住的地方 第二个 你回到如如不动那个地方以后 是不是你这个旺心自然就 就放下了嘛 你既然心都还没有动 哪有旺心啊 这样各位前前听得懂嘛 所以如是 如如不动的这个就是 如是我闻 如如不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 靠到那个地方啦 知道如是我闻 我闻就是听嘛 听觉嘛 谁觉 各位 你现在听后觉讲 谁在听啊 是不是你自然的觉对吗 自然的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视觉 就是自信的觉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如是住 如是来享武这些旺心嘛 这个就是两个问题 两个答案是重点 那么各位前年这样就知道啦 以前的禅师党 道不用修 但是不可以污染 道要不要修 不用修 但是不可以污染啊 就污染了就要修 污染什么 什么叫污染 你起恶心就是污染 只要起对待就是污染 只要有你我 有是非 有好坏 有高低 有贵贱 你执着的就是污染 对不对 那就是两条 这条手腕两头 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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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脚头啦 那就是污染 那你这个 你如果没有这个脚 就要脚吗 心有千千结嘛 或者说 花都会开 为什么心都不开 对不对 心花朵朵开 心花怒放 我们是心有千千结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结了嘛 这个两条 能逃说要赶快 打结嘛 所以佛陀当时讲 如是住 如是可以降服一切的忘心 忘吗 起心就是忘心啦 你起善心 起恶心 通通都是忘心 只要起心就是忘心 但是欢喜呢 欢喜心 欢喜心是不是起心 不能太欢喜的 清静心要不要 是不是起心 清静心要不要起 清静心会不会清静太多 你就管它 就让它去嘛 对不对 欢喜心 清静心 恭敬心 感恩的心 柔软的心 真心 平等心 包容的心 谦卑的心 那个心是奉范啊 你就这样吧 但用此心 在你用 在你用 那酸醉 用不完啊 这样你滤滤滤滤滤滤滤就越大了 知道吗 那个是 那个是自然流落的 好 所以 所以 这一道第三份呢 什么失声 软声 态声 化声 有响 无响 会有响 会有响 我接进入无语的涅槃 那些涅槃的心 是不是因为你的恶众生的心 不平的心才产生那么多的众生啊 我接进入无语的涅槃 灭度是 灭度了以后 其实没有众生是我灭度的 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些众生嘛 那些众生是重念重生 妄念一直生出来 才省上那些众生嘛 灭度了以后 其实本来没有众生嘛 你不起那么多心 哪有众生 所以无语 就涅槃嘛 好 华会音有 善信齐情 讲的是心 大声声讲的是身 那么后面呢 佛一直给虚普理说 你如果能够为人家解说这部经 这样这部经什么经你知道吗 叫金刚经也好 清经经也好 大学 是不是大学啊 什么就对待 没有对待是不是最大 什么叫宗 喜怒哀乐之未化就是宗 对不对 什么叫摩俄波索 普罗密多心 摩俄大不大 心量广大 偏周华界 可是用着寥寥分明 是不是摩俄 是不是 清经经 还有 金刚经 还有太多元节经 还有 楞严经 楞严不是大定吗 大定自信永远没有动过啊 定会等学 动的是心啊 心不动 楞严大定啊 讲的也是本体嘛 对不对 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佛第一个 如果佛就给他讲了 如果你能够为人家解说这部经典 又能够受辞读读诵这部经典 什么叫受辞读读诵 受就是摄受嘛 信受真传有没有 献天大道 信理真传有没有 又读诵 读诵就是念念不理什么 念念不理什么 不理无所住 念念都不住一切处 那就是受辞读读诵 那一部经典才是大部经典啊 又能够为人解说试诵诵 好比说 浅贤你说修到那么久 请问我怎么相互起心 我心要住哪里啊 今天各位浅贤 也就住这里嘛 住这里也是没有错 下手住没有错 弦观一窍事引诱人 急到彼岸舍子心啊 这个法三宝心法 三种不同的方法 就让我们回归到本处的方法嘛 弦观一窍是引诱人 急到彼岸 这个心要放下 各位我们门要入门 道要入道 事要入事嘛 不能守在门上 对不对 可是你还没有达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用弦观窍 藉这个弦观窍 要收我们这些外在的心嘛 对不对 借这个弦观窍 把一切的心收出回来 收出回来以后 再 借一再回到零 那回到零了以后 当下 我们心和 我们这个知心和 整个礼天相通了 所以 所以